万龙山大桥 全长332米 这里还有个缺口啊 可以走下去 看一下 出去看看 看看能不能捡到宝啊 这地方 桥底下 那哪个梯子 这里 爬上去看一下 看看那个什么结构 这个桥是空的 里面不知道有什么东西 上去看一下 你看我 我去哇 我靠太黑了 黑得有点让人害怕 我照一下手电筒 小姨小姨 是的 打开手电筒 好的 这个桥体的结构 会不会有小动物飞出来 有点渗的光 我去 这个手电筒不给力啊 还是有点不敢进去啊 里面太黑了 搞不好有只小动物在里面 温度的下掉了 温度的下掉了 下去吧 下去吧 我有点不甘心了 我要 我要我要 拿手电筒去 我带了这个手电的 哎 走吧 再去探一次 我得我得再去一下 这个好奇心这个东西啊 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上吧 哇靠 这么深的呀 先看看后面 要保障我后面的安全 这个桥有点渗水了 那边桥都湿掉了 哎 上来了 飞波 有野猴子什么的 那里有只小飞蛾 这个地方 就是普通的 施工地嘛 里面还挺深的 里面就那样了 不过去了啊 哇 哇 这个桥 它中间都没什么支撑的 就这样呢 还挺牢固的 都有一个房间这么高了 走吧 走吧 下去了 好奇 害死猫呀 好奇这个东西 也不知道是好东西 还是坏东西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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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去五公三 啊 走